很高興你進來和大家分享你的經驗 你可以告訴你你喝了茶喝成怎樣 喝了之後的成績都很好 因為本身我先生的糖尿都很高 本身都是雙位數字的 平時都是一十幾度 自從喝了之後 而且他很多時候吃完東西 一兩個小時之後去刺手指 有試過四點幾、五點幾 就是喝了茶之後變成四點幾、五點幾 哇很棒 非常棒 真的可以給予一個好的結果 因為如果平時是四點幾、五點幾 你由十幾個數字回來 是非常幫助 如果經常保持得到 那你將來將來不會更糟 因為就算你現在是糖尿 但是將來不會更糟 那你又怎樣呢 我都可以的 我沒有他這樣刺手指 刺得那麼密 不過本身我都不算是很高的 我本身都是七點幾 那喝完之後呢 喝完之後都是五點幾 哇很棒 而且你還喝四次 不喝六次 因為我們本身 就是我們本身 就是早上起床 所以我們就沒有了早餐這回事 OK 變成是早餐和午餐 混合一餐 所以就變成一天裡面 是吃得兩個正餐 OK OK 其實吃三餐 吃兩餐都可以的 因為晚上起床沒問題 最重要的就是你喝了茶才吃 因為喝了茶才吃 就是它那個茶 是那個 這個番石榴葉 是阻止了糖進去血管裡面 還有苦瓜就是 一個胰腦素 帶你的糖 進去細胞裡面 所以兩樣就幫助你降低血糖 然後分業 要不要多喝 再喝了 一個小聲 來喝一個小聲 喝個好 然後我們就喝個手 喝什麼 我們就喝個杯 你喝個杯 你喝個杯 感谢观看